几十名年轻人对着警方叫嚣 接着把男警推倒在地 一群人冲上去猛踹 远警一连开了12枪 才把围殴民众逼退 警方立即逮住施暴男子 外围又放鞭炮呛响 冲突中遭推倒的男警护着头 疑似轻微脑震荡 猎民女警也在混乱中被推倒 出现呼吸困难情况双双送医 就是看到互推 然后就突然就是 一群人就挤到那边去 然后就有人站在摩托车上面这样子 对 回家园当然跑了跑得多 有什么趕快跑完 就跑了跑了 所以拍摄过不让人跑了 就是造成了冲突 1月31号傍晚6点半 新北市芦州一间庙宇 没申请就封路举办绕境活动 沿途编报声四起 警方接获30多通检举电话 到三面路一带劝导 正同年轻人仍然坚持点燃炮烛 双方先是呛瞎 人潮越聚越多 接着就是推擠爆发冲突 不得已的情况 我们是对空瓶枪 并不是对当事人涉及 因为这群众人数太多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枪势作为的话 我们同仁可能会受伤更严重 警察先动手 你有被打吗 我有受伤 我可以去验驾 哪里受伤 刑犯落网还嚣张呛瞎 被警方以妨害公务罪移送 只是为神明庆祝 也变成群殴人民公仆 实在太嚣张 也让整场绕境活动变离掉 记得王全海中观赞 SNU小组新北市报道